新闻是这样写的 因为洪文栋他又医生 又立法委员 然后又新光 他爸爸是新光集团的 创办人之一 说有来自材六十亿 然后现在洪文栋还有的太太 叫杨丽花 然后前妻有生了四个小孩 所以我请教一下赖律师 这样啊 这个徐国章感谢我的朋友 自材 好 基本上当然他只要是 确定是亲子关系 那么他就可以分到财产 那这里头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可是我们法律有个规定 就是非婚生子女认领之后 我们是溯及到他出生的时候 他就享有这个权利 但是第三人已经取得的权利 就不在此限 那这个当然日后会是 这个案子里头最大的争议 所以我回头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他只要是他的孩子 他当然就有继承权 那如果他就是配偶 加上他的孩子 就看加起来共几个 六分之一是不是 对就杨丽花四个小孩 这个加徐国章六个 六个嘛 那就是均分的意思 可是这边就我刚才要讲 那个法律上用语 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理解 那意思是指什么呢 那如果说其他五名的继承 全部都财产都拿走了 那我这个官司 我就现在才打赢 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财产给要回来 我觉得关键就是这件事情 可是这个案子 我觉得日后还有的答 那我现在也不确定 他们是不是现在有一个继承 回复请求权的诉讼正在打 我也不知道 其实因为理论上 你在打亲子官司的同时 应该为了就是继承权的事情 因为发生了死亡 所以理论上应该会同时 有这样的诉讼 不好意思我猜猜一下 就是说 因为这个官司可能拍一张时间 假定我是红文董 要百年之前 我赶快把财产分给小孩 分给杨丽花 那如果他的小孩也觉得说 外面还有那个官司在打 我再把他这个 那个移转给我的小孩 会不会变成他要不到 很难追 我觉得就是郑大哥 他一直是专家了 他对于这种事情 就是说 他如果是生前处分 我没有办法用继承法去处理 刚才我讲的均分是只继承 可是他如果生前就已经 处分掉 我就不行处理 可是他如果说 死后都还有遗产的话 无论你有没有遗嘱 像这个案子 我也还没看到有没有遗嘱 理论上有这种纷争 应该会有遗嘱的事件 可能会发生 推理上是有 那如果他有这些遗产 如果又被处分掉的话 那这个争议就会跑出来 就说我正有这个诉讼 我也做请求了 那么你这时候的财产处分 有没有涉及到 法律上的侵害 那这个可能又 就是为什么刚才阿德讲的 遇到前事情就会很复杂了 对 所以是有机会的 我也记得我有一边去浩瓦 人家就附我去看 红文栋和杨丽花的别墅 那是景点 那里有得好 听说那是观光景点 观光景就可以当证人了 因为他可能有个 夏威夷的遗产在那里 证人有出席费吗 有耶 他就是看他那个 譬如说你是外线市的 可能五百块 郑大哥这时候讲 我也只是听说 没看到人 不然就是说人家说那个是 可是老师 我们如何证明是呢 我们也只能说 人家有这样 你看他是不是专家 他真的好厉害 因为哈威的房子很贵 特别是那种无敌海景的房子 超级贵 那周老师 你觉得杨丽花的心情 你可以分析一下吗 我们现在来分两个状态 如果我是杨丽花 我其实很有钱 那因为这样子外面 报纸也说的灰灰扬扬的 那我如果说红温栋 还没死的时候 我其实会给他放 如果我是杨丽花 我会劝他说 你就忍了 反正你就是生到他 用DNA 不管是不是 生不生 你用DNA 是你的 你就是要付借 但是你中间有什么问题 我们不知道 那再来就是 那因为红温栋不要认 那杨丽花呢 以杨丽花 如果我是杨丽花的话 我会觉得 我会放弃这个叫做 继续诉讼的这个权 对 因为怎么样 因为根本就不需要 因为外面都已经说到这样子 那你以我们的一般的那个 那个思想去看 你想也知道 是怎么他不去 跟他做这个亲子鉴定 那不做亲子鉴定 表示说一定是你的儿子 你不去做亲子鉴定 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 因为以前我就为了要红温栋 那我就可以 因为因此而不生小孩 我就这么矮了 他死的也是小孩 那个也是小孩 都是你的小孩 是怎么你的 我好像疼这死的 没疼他一个 所以以我是杨丽花的话 我会全部都把他接受下来 不要再打官司了 不要再打官司了 那如果可以给 因为以杨丽花这个年龄 就是差不多 可是他也打官司 如果我是杨丽花 我不会打 因为你现在已经都在想说 到底要怎么样做 身后事的规划了 你还在争那些钱干什么 如果我是杨丽花 好那我们现在来说 如果我是不是杨丽花 我是另外一个 就是普通一般的人 如果我是那个老婆的话 我真的会继续打 因为拖多久 算多久 因为这个牵扯的利益太大了 牵扯到什么你知道吗 大直有市价两亿的地井水花园 地井水花园就是 那个谁啊 那个张忠某也有买 然后天母德行动路有资源 豪宅 对 然后最有名的是 夏威夷恐龙湾附近 有无敌海景的豪华别墅 像海内外的房地产价值超过二十亿 对啊 如果我是一般人 我一定打 因为我不是一个名人 我不是杨丽花 我不是一个名人 我一定一定继续打 因为这中间牵扯到我四个儿子 如果说再加一个来分去 还含我 比如说四个含我五个 五个我含五分之一 如果再加那个来分六分之一 你知道六分之一要差多少 差几个 几个十亿了 几亿去了 那人很奇怪 没钱的人 其实都每天都好 反正就没钱 就没钱 钱怎么有什么来说 但是有钱的人很奇怪 他越爱钱 对 钱越多越好 因为他们可能是看守秘 我就跟你讲 有钱人是知道钱的好处 因为我们不知道钱的好处 不是 我讲实在话 因为他们是靠钱在经营 在拥有那些人脉跟权利 钱就是他们最大的努力 对 因为有钱 大家都给你泡泡泡泡泡 对啊 所以如果说一般人 我一定会急嘛 因为一直资 一直资 资到买了 反正干死一直打 打到买了 我如果没办 打输就打输 反正打 我很久生年 我也是了解 如果我没有脱 但是跟权利的同一样 我也是我的 如果我没有脱 但是跟权利的同一样 我也是负这么多 既然要负这么多 如果一般人 我一定每天都会泡 泡五年 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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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你看他就穿个衬衫 就是其實都是在一個考驗 就是考驗說 人生到最終的時候 你到底要選哪一種智慧 往前走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現在 大家人在看這樣的新聞 不會像以前的知識看 結果怎麼樣勝負這樣 其實現在大家都比較進步 我覺得 真的 你說他們在爭什麼 我說觀眾 就是沒有大家 觀眾現在可能以前 都觀眾都在看八卦而已 看誰生死誰贏 然後多少錢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觀眾 其實已經大部分都在升級了 就想說 哇 到底這樣的事情是怎麼處理 就像說那個 就是羅妹妹那個事情 第一個我覺得 有讓我覺得 有進步的一個新聞就是 就是余峰他兒子到靈堂 想說希望他 在天上如果見他爸爸的時候 就是 不要再吵了 就人間世界留在人間 這樣恩怨留在人間 我就覺得 新一代真的有給我們一個啟發 就是真的比較進步 我覺得大家其實是在看這個